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花友问答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洛杉矶时间 今天花友问答就一期节目 然后我说一下我对花友问答这个环节做的一些改变 我不会每一个问题都回答 然后如果坐标不说来问问题 我肯定回答不了 这不是我计较 是因为乐器这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对待 从修剪到胶水 方方面面吧 包括判断一些病虫害 我都要根据你的温度啊 什么各方面湿度啊 各方面综合判断的 所以来问问题 坐标一定要说 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很重要的 我看着要紧急抢救的 我会肯定会回答的 那么你来问我 比如说哎呀怎么啦 页面上一个洞啊这种 这种问题我以后都不太会再回答了 好吗 除非你整颗月季都是洞 我会给你回答一下 是吧 你拍一张叶子来说上面一个洞怎么啦 我谁知道你是自己捡出来的洞还是怎么回事 是吧 开玩笑啊 也没有人这么无聊 就这个比喻嘛 啊 然后就是 主要 新朋友还是可以看看我的原一篇的节目啊 我知道很多就是刚刚开始养花的朋友觉得听花友问答太枯燥了 而且不是自己的问题 他他不想听的 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看流量我就可以看出来 那你可以去翻我以前的老的视频啊 那个原一篇的节目都可以看 然后花友问答嘛 你碰到问题了你再来找也可以 你前面书种花养花问答 后面书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啊 说不定都能搜索到的啊 然后以后我也会认真的写标题 我把每一个标题我都主旨都写一下 然后呢就是来问我问题的时候啊 尽量不要太多的 把你们家所有的问题都问一遍 你自己挑一下 照片选个三四张主要的是吧 近景远景 问题 你最想问的什么问题 你问一下 好吧 就行了 不啰嗦 第一个问题 老和你好 按你的建议把花园修改了 几颗月记大有起色 然后坐标是奥兰多佛罗里达 气温二十四到三十二度 现在经常直接撒水龙肥 你这个洛苗撒水龙肥啊 你浇水也还是不够的啊 我先来看吧 你那个 你你说好很多了 我你原先是有多差呀 绣球是你你说放到树下面了 我建议你地栽 然后呢 就怎么样遮阳你佛罗里达 加州这些炎热的地方啊 德州这些地方啊 种羞球啊 你不是散射光稍微遮一下就行了啊 也不是说遮阳网有冻的布遮一下 都还是会晒伤的 遮就要完全遮 种在房子完全的北面 就完全遮阳光 就不会晒伤了 特别是小苗 那么 对大苗来说 就像我们家后院的那个修球 我已经种在最阴凉的地方 最北面的我们家 紧贴着房子种了 但是夏天阳光比较高 然后那个修球长大了以后 一大棚往外扩啊 外围的还是要阳光晒到的 那种情况就不会伤及到它的性命和生长了 但是呢 开花会卸得很快 就花期会很短 即便是水足够 所以我建议还是要遮就全遮 你要么做个遮阳棚 是吧 你种在树下 都还是会晒伤的 然后你这个棚明显就太小了 要不然你一天得浇很多次水了 你这个修球就一整个夏天 一会晒伤一会缺水 一会晒伤一会缺水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你只要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了 肯定能种好的 然后你这些芽头到时候都能开花的 当然是明年开花了 然后你说经常下雨 黑斑的药已经打了 药有啊三合一的药 你雨停了就要打啊 黑斑还是有啊 因为你是佛罗里达 是吧 坐标告诉我很好 这就是告诉我坐标的好处 比如说一些北方加拿大的朋友 如果页面这种状态 我就不建议他用药了 但是你要用 你只要雨停了就要用药 连液连杆反面连土全部要打啊 你这个还是很弱的 虽然你说好一点了 但我看看还是不行的 包括你这个土的土壤的状态啊 半干不湿如果是中午就要浇水啊 你甭管你们佛罗里达下不下雷暴 下不下雷震雨 你下完雷震雨 你要是过两个小时去看 地面已经半干了还是得浇水的啊 然后浇水你就连叶子连连那个枝干一起冲 当然你用药以后不要冲啊 用药以后两天不要直接冲叶子 让他的药脂残留一下 你叶子也没几片嘛 是吧 药都比较省 叶子少 哈哈哈 希望你你可以越种越好啊 已经有改善了就好 好下个问题 老和您好 先交个半成品的作业 半成品的作业也不错啊 澳洲的啊 气温8到20度啊 每天一到两次水 土黑乎乎的覆盖物啊 是覆盖而已 不是 并不是那个 并没有埋什么东西或者是换土啊 他说了 然后就是浇水 他说现在一天一到两次 你现在是20度吗 最高温度 整个很很健康 他说有看到花骨朵了很开心 澳洲的朋友啊 好作业啊 以前我记得来过的 我说这个土是不是换了还是怎么回事 很好你跟我说啊 没有换只是铺面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 水肥都很棒啊 植株也看得出来是阳光比较好的 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地面啊 你开个窗口出来 不要铺着全铺满 好吗 然后你可以判断 因为你现在最高温度是20度 等你上到最高温度25度或者28 30度的时候啊 你你的水怎么判断 要不要浇 你就看那个开出来的那个窗口 土的表面半干不湿 如果是早上中午 你要一定要观察的啊 干了就要浇的啊 如果两三点钟再去看一下下午 干了半干不湿了也要浇的啊 这样子你自己就能够做出判断 一天该浇几次水了啊 因为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了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春天嘛 你到时候夏天澳洲很多地方 其实跟跟洛杉矶很像的 是吧沙漠海洋性气候 好下个问题 何老师好 刚订阅您的频道是您的新粉丝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啊 然后水肥没学会先学会压肢了 然后那个什么红蜘蛛白粉病用什么药呢 这些东西我都说了 当然你是新来的我不怪你 那么我怎么说呢 建议你去看一下我圆一篇 红蜘蛛 圆一篇浇水 圆一篇水肥 你都看一下好吗 那个基本的几样东西你要会 就是浇水啊 前面你也听了反正应该 浇水怎么样浇 前面那位华友一样的 你去判断 啊 你这个枝干就是 一二再再说的 没有叶子的蜘蛛 不压枝啊 你先长出叶子再说 压枝是为了去除它的顶端优势 同时可以得到光合作用 促使它那些 心牙门发更有力量 是吧 你叶子都没有压什么枝呢 而且你一个压一个又不压 要压都一起压 当然你现在压不压是没有作用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感觉还绿的还有希望啊 刚刚移过来以前是盆栽 是吧打药 打的叶子掉光了 红蜘蛛和白粉病 你这种落苗啊 不要乱用药 你直接中午拿个水管子冲 就好了 多浇水也不至于叶子掉光了 你这个叶子掉光 基本上我也不相信你用药就能掉光 基本上是用了药 病液 害液 就病害的叶子 再加上一干汗 你盆栽的时候一干汗怎么样 自我保护机制 机能启动 是吧 把那些 本身光合作用不好的叶子 就自动脱落了 就像壁虎掉尾巴一样 自己舍弃掉了 是吧 省得它 光合作用又少 然后还要吸收那么多水分 因为你太干旱了 你种在这里 你浇水 你现在的温度就是一天 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后面以后自己去观察土的表面 去增加 像我洛杉矶最多一 最热的时候 我一天浇五次水 基本上整个白天下来 就是两小时一次 两小时一次 每次都要浇透 下个问题 这位是洛杉矶的 西洛杉矶 是不是缺水缺肥 夜变怎么样了 还有就是冰山怎么修剪 小问题 你这个种得很棒 虽然是小的 不大 这个叶子呢 是什么回事 我告诉你 你其实已经种得很棒了 你的水已经浇得很棒了 但是洛杉矶前两天是地域级别的 历史最高温度 是吧 接近50度 杰克你别叫 每次我做作业 我每次我 我解说这些的时候 狗也在捣乱 冰山的修剪你可以去看啊 原一篇冰山 你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冰山的修剪比较省力的 你那个赛胶的页面是 不要怕晒啊 你继续晒没关系的 你是最炎热的时候缺水导致的啊 就你的水还基本是够的 但是你在那两天地域模式的时候水不够 所以这样了 但是你现在又还好的 所以我们要观察 多看天气预报 多出去看看 包括土的表面 你也是一样的 铺的满满的啊 窗口打开 看看 让自己可以看到 土干了没有 下一个问题 老河和太太你们好 坐标也是洛杉矶 之前问过绣球的问题 现在大胆来交玫瑰的作业啊 然后那个 看看他浇水啊 7月份买回来的玫瑰啊 很棒啊 然后跟着网上一顿乱操作啊 还没关注我的时候 快死了 几乎已经死了 没有一片叶子 然后现在总算好了 每天浇水4次修减后 水龙肥 现在都长好了 家里人都惊呆了啊 终于种花有信心了 然后再问一下修球叶子的问题 给大家看看吧 这就胡乱操作 他那个 花 花坛在整改 他说 暂时先放盆里 到时候要递摘的 这个很好啊 全都是花苞了 这个应该就是他整的叶子掉光了吧 你这个状态像一个春天刚刚萌发的一个状态 很棒啊 棒棒糖 对 那说明什么 水足了肥足了 而且浓度也调的很好 非常好 都学会了 啊 然后就绣球的问题 绣球没有晒伤 以前来问过绣球的问题 也种的很好 是吧 就是有一片叶子这样了 这个不一定是缺元素 我觉得是有点红蜘蛛 你反面用手摸一下有没有一层灰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红蜘蛛 当然不严重啊 整体那个后面背景有点虚化 我看你整体还是好的 就偶尔有几片叶子嘛 你摘掉就行了 然后浇水的时候 你趁那个中午干的快 你去整个叶面都浇一下 叶子背面也去冲一下 也不是浇 要冲 啊 有压力的冲 刷洗 干的也快 中午啊 那么红蜘蛛就会越来越少的 杀不光的 用药也杀不光的这东西 只有你的综合调节好了 整个环境调节好了 它会越来越健康 植物长得旺盛了 它也就不怕了 好 下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位花友也是那个来交对比图的 对比图好看 啊 大家应该也有兴趣看 很好 悉尼的 啊 现在是12到30度 满热咯 已经接 已经30度了 最高温度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绣球问题之前来过的 正好是一个月 它一个月前的样子 大家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说你这个就不要玻璃心了 这么一点算什么 是吧 绣球要买吗买大一点 我说那时候我还说的很不客气的 我说你们澳洲的苗怎么都这么小的 我自己牵插的差不多 然后现在的样子 你看对比 啊 现在的样子 这两张都是以前的图啊 看这一张 这一张 是吧 现在的样子 蓬勃生长 是吧 一个月时间 正好一个月时间 8月20号 今天9 9月20号 啊 这个叶子呢 新手一般看到是会有疑惑的 疑惑怎么样 哎 我是不是缺元素了 或者说有点懂的 哎 是不是红蜘蛛了 其实我看都不是 你生长太快了 然后有些品种呢 是这样的 它快速的膨胀以后啊 它的叶绿素 不均匀了 这是生长快的一个表象 啊 你继续 为什么 你看你这么小的苗 是吧 你种一个月这样子了 本来是没希望开花的 我觉得你这样下去啊 到了夏末 你都有机会开花啊 你继续保持就行了 非常好中的 不用怕啊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健康 今天很欣慰啊 澳洲的几位朋友发过来啊 都有变化了啊 啊 就是其中有一位 布里斯班的啊 是新华有 新华有 我会很耐心的跟你说 是吧 是吧 你这种苗 我觉得有机会救的啊 你别再干着了 一根光杆子再干一次 就杆子都干了 你就完了 救不回来了 如果是龙沙的话 多可惜啊 是不是啊 然后至于 压支什么的嘛 你现在压和不压是一样的 无所谓的 你要捆着也捆着也不要紧了 你要解开也可以 就不要去折腾了 我的建议就是啊 好我们花园文答结束 今天呢有那个 还有一篇原一篇的 先预告一下 记得到时候收看啊 原一篇会晚一点出 是 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原一篇 教大家种一个综合的 盆景 种一缸 怎么样去做一个 小花镜 啊 怎么样搭配 包括植物的 喜阳喜阴的选择搭配 高矮的搭配 好吗 记得收看 拜拜